今天我叫Elma袁先生在立陶宛见到议员 所以她没有时间要我自己一个人播 我们自己一个人播 因为这几天有几多很有趣的事情发生 很快报报新闻 今早起床见到股市跌得很厉害 因为今早美国政府公布了前一年的通胀率9.1% 很厉害的 这是很危险的通胀率 所以股市立即跌 但今天我想讲一下中国的问题 我想讲一下中国河南银行出现这个问题 有几大事情 因为这个虽然只有几千人示威 但是有几反映中国真正的社会问题 现在中国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一个人说 我先说我说不到这么长 说不到整个几钟 我平时不是很长气的人 我说话很快 一会儿说完十秒钟就说完算数 所以如果讲得短 大家就有什么问题 我今天打开iPad iPad我可以看到大家一些评论 所以我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 大家就上来问 如果我不记得说哪里 哪个地方 所以我今天就讲一下这个 这个河南银行出了什么问题 河南有四家银行 从四月份开始就不断出现消息了 四月份的消息是什么 就是储户 他拿钱拿不到 而且最后搞到他拿钱的储户 那些人的健康码 绿色健康码全部转红 什么叫转红 就不能出街 所以你又拿钱就不能出街了 就困在家里了 大家微信到就开始传 我要去拿钱出不了街 结果越传越多 越传越多 那些人就紧张 那些人想去擠提 谁知道擠提又擠不到 去门口都出不了 被管制管成这样 后来到六月份的时候 那些人实在的钱拿不到 就顶不住了 急了 急起身 真的大家就不理五个 红马六马 就去银行那里 去要钱 结果六月下旬 就出现了大批模示威 先是几百个人示威 后来搞到大概是前几天 三千多人示威 但是他不仅是三千多人 这个银行现在发现存款 不见存款是多少呢 不见存款是四百个亿人民币 河南四家银行 我读下四家银行的名字 就是玉州新民生村镇银行 托城黄淮村镇银行 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 这些地方 村镇银行是中国最小的金融机构 按照我们以前 如果对中国稍微很少理解 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这样的小银行出来 还没听说过 其实这个小银行是2007年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中国是四大银行 控制了中国 控制了中国的银行 金融业 中央说想放松一下金融业 改革 因为农民借不到钱 很多企业就是国家银行很官僚 企业发展 特别是地方、农村发展 借不到钱 借不到钱 中央出了一个规定 可以做这个村镇 可以扮金融企业 可以扮银行 银行又不是真的 有那些很正规的银行业务 它有银行业务 你可以存款 但是它就比较小 没有什么金融能力 很多银行甚至保险都不齐全的手组 因为很多人说 我去银行保险拿不拿都回来 结果现在发言出了大问题 我今天先说一下 出了什么问题 先说这些银行是怎么回事 今天我几个话题 一个说这些银行到底是什么回事 第二个我就想说那些储户 那些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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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储户出了什么 那地方政府如何对待 对待他们这个事件 那最后我想说一个大题目 就是中国这个银行危机 和中国的经济危机之间 第一个有没有银行危机 如果有呢 和中国的经济危机是怎么样的关系 所以今天就是四个题目 说回来我可能最多半个小时 我刚刚说了几家银行 那家银行呢 你说西银行有什么理由和大银行竞争 我们去过中国去大陆的人都知道 大银行都有很多支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这些商业银行 你拿钱全钱都很简单 好像他的银行很现代化 那些小银行你要小 怎样去吸引储户呢 最简单 给高利息 给高利息 那些银行的业务员 很积极的 走出去就拘捕 现在你看中国的地方这种运作 整天都是靠亲戚朋友家庭关系 因为中国的家庭关系还挺紧密的 比如我去做银行业务员 去了之后 他说好了 你基本工资 比如基本工资500元 之后你捉到一个草户 我们有提成 叫一些人出去拔 把自己家庭 亲戚 朋友 全部拔到银行 比如说 如果是正式大银行存款 你是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的利息 他们说好了 我们给你百分之四 现在目前看出的数字 最多 他们答应 存户的利息 答应到最高有百分之十 你想想 如果存款 你的钱存在 一个钱不移 你竟然有百分之十的利息 很多人都存 目前我见到的数字 有些人存了几千万人民币 有些人存了四千七百多万元 那些就是为了利息 想着百分之十利息 一年就坐在那收四百多万元 那这种 我待会说到最后 要说一下 这种情况是中国很普遍的 不是说 只是这几家银行 中国普遍的情况 那这里就有个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方式 就是给了一些黑社会可乘之机 而且给了一些黑社会怎么做 这件案子就很有意思 就是这四家银行 那案子背后 我们都知道 对不起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银行 因为很小 它虽然有资本 看不见 这些评论 对不起 中国有金融产品 这些所谓金融产品 就是理财 理财产品 但是呢 如果你是作为储户 你存钱 你说我存钱 你给我百分之五的利息 那高个国家银行 一倍 那我存了下去 那很开心 你就存钱 但是呢 如果我买理财 可能也是百分之五 百分之十 收入都有的 所以银行 所有这些银行 它有理财产品 那在这个时候 存钱的人 是存钱下去呢 还是买理财产品呢 这就有得争了 按照来说 你知道大家 我们平时这样做 不会出这些问题 因为银行有规矩 你是买理财 就买理财 买 存钱就存钱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 河南这里 那些黑社会 所以呢 就开始动了 它怎么动呢 就是 大家现在都很习惯 用在银行 拿这个 银行 是网上银行 你网上银行操作 你存钱也好 你拿钱也好 网上可以全部操作 这个黑社会 这个集团叫做 新财富集团 这个新财富集团 买通了当地的机构 买通了这些银行 那他做了什么 他做了一个理财产品 另外呢 他做了一个新科技公司 那科技公司做什么呢 就跟他写这个 APP 就是哪个银行 你存款的APP 就是存的 他就写这个APP 在银行 在客户存款的时候 就把那些客户的存款 就扔了入理财产品 就是说他拿出去放高利财 你扔了理财产品 但是在那个APP 你客户看见 看见那个自己也有存款 他不是叫做理财 不是叫做投资 他叫做存款 那客户就觉得一路落存 没问题 就是我每个月存 几百元下去就存了 那存款呢 就是大笔这四百个亿 不知道还有没有得多 就拿出去给他们 去做风险那种高利财投资 那中间就有很多这个利益 中间有很多利益 一会我到后面 我再会讲一些具体的情况 因为我看了很多东西 这个就是 再总结一下就是这样 他这四家银行 就用高利去劝这些 草户去存钱 但是他自己做了个APP出来 是将 没有经客户同意 就将他们的存钱 就变了理财 如果理财赚钱好地地 那时候没事的 如果赚钱不好的时候 那些钱就不见了 而且那些人有偷钱的行为 钱不见了 钱不见了去哪里 现在讲回 共产党 现在中国 共产党一面用党的政权来整理 一面共产党社会 政府大量黑社会化 这样就将人的钱偷走 现在看看中国人的钱 如何被人偷走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你被人偷了 有多少储户 目前看的数字 41万 41万人 很重要 很多人 这些是当地 信任自己亲戚朋友 所以这些人是普通人 他不是那些有钱人 有钱的有几个 但绝大部分是很辛勤的人 将自己的钱 存下来 因为觉得利息高了这么多 一共是400亿存款 其中还有没有其他 我未见到最新的数字 这些储户的钱在银行被人转走了 一直有些 中国是200 他这几个银行 2011年左右 开始 或者过了那么多 已经运作了十年 运作了十年之后 很多人十年以来 就不断不断将那些小额存款 存了下去 他们发现了 四月份 就有人开始发现 为什么我拿不到钱 存款被人冻结 他又不是正式要冻结你 他说 一出去 你要人到才去櫃台 扮领取 有些人去櫃台 你这笔钱不在 冻结了 那些人无辜 为什么冻结了我的钱 有些人就开始传微信 开始传起身 说钱拿不到 那些人就开始急 要去提 结果 去一个每个人 没出门口 就发觉自己的健康码 变成了红码 健康码变成了红码 存款被人冻结了 他没有办法提款 那就变得很紧张 这些储户 目前看来 这些储户 多数是当地人 有些当地人 他现在是这样的 如果在櫃台存的 那些 那些拿得回来 自己拿个荷包 拿到櫃台 200元 就传下去 现在还可以拿 但是 大多数人 习惯了手机 中国现在手机 人手一部 大多数人习惯了 在手机操作 那些钱 全部不知去向 现在就真的很大问题 其中我们看到示威的人 在採访 多数都是平头百姓 平时的农民 河南那个地方 再说河南 这是当时的储户 那储户在四月底 开始在网上 在微信上 互相交流的情况 当时微信有很多消息 到底是什么回事 要不要去擠提 要这样 当局开始封微信 但是微信封不完 很多人都说 不如今天去 明天去 所以六月份开始 六月下旬 六月二十几日 就开始聚集了 几百人 拉横幅 就说要还钱 他们当时叫李克强 一直叫李克强 去 李克强还我们钱 李克强要去调查 李克强 叫李克强的名字 为何叫李克强的名字 是支持李克强 还是反对李克强 其实 叫李克强的名字 因为他不敢叫习近平 还有一些示威的人 把毛泽东的像大幅贴在上面 还有贴习近平的照片 就说我们支持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 河南也是很典型的 我们不反中央 一定要叫中央和他们主持公道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过河南省长和省委书记 就叫他去还钱 每天都叫李克强还钱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国那种 那种人民的思维方式 下层的人的思维方式是如何 河南这些地方很有意思 河南中原文化 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很多次 陈姓吴广都是在那里起身 那里有人造反的传统 但是河南人真的比共产党弄得好 不只是共产党国民党两边 它是中原地区 国共在中原争取河南死了很多人 后来到中共起身后 中共很多领导都是河南出去的 特别是抗战时的领导 赵紫阳是河南人 那河南在历次运动中搞得很惨的 你想想五百年大若晋的时候 河南饿死人是最多的 应该饿死人最多 比例最高是河南第二是四川 四川那时候离井泉 河南那时候 河南到了他最差的医院 就是信仰院 信仰院饿死了百分之六十的人 当时改革的时候 我们很多朋友 后来就是郭望远赵紫阳的人 他们最先就是在河南做调查 他们发现河南在多次这样反复 在高度压迫之下 河南搞得很穷 那些人就变刁民 为什么要变刁民 他没有办法生存 所以中国大陆有句话都知道 河南是骗子出得最多的地方 一说河南人 河南人 就是几个地方 河南人 现在不是说地方歧视 我说说他们的原因 就是河南人 五百年时候放卫星所谓 某产几万斤也是河南做的 接着饿死人最多也是河南 所以河南这个地方 有时候大家说 窮山恶水出刁民 刁民盲是政府重刁 河南的地方政府的腐败是出名的 我们现在看今次政府是如何对付这些示威者 政府对付这几种手法 有最原始的手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出警察 现在我们今次看到的很有意义 警察是很少的力量 真的出去打人去做的 是两种 他们叫做黑衣人白衣人 白衣人是什么 是卫生警察那些 黑衣人打伤了几多示威者 这个是传统的手段 他们的高科技手段 大家知道是红马 红马 这个事情 我刚刚才跟一些国家安全有关系 我说大家注意中国这个健康码 注意这个码 如何很快就用来控制社会 其实现在香港政府说要输入健康码 大家想着 你入了健康码之后 你不要去示威游行 你连走出去拿钱 都有记录 所以现在河南的红马事件就是这样 大家都看到 这个是高科技手段 另外一个手段 就出一些所谓怀游政策 大概是三日前两日前三日前两日前 差不多时间有点乱 两片时差 河南省的银监会出了公告 就说我们现在这些银行出了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战负 就是跟你先给住 所有五万元以下存款的人 所有这些存款五万元以下 我们跟你战负 什么叫战负 我们先给住 但是有条件 政府的条件是什么 就是我们先给住 但是如果真的存款 你自己合法存款下去 银行那边就破产 那么你可以根据这个保险条例 最高拿回五十万元 比如你存了一百万 你可以拿回五十万 在保险公司拿回 但是呢 如果我们发现有这种障碍行为 这种行为 那么我们就保留 拿回你的钱的权利 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很重要 就是说 如果你的钱是入了非法 去理财产品 我就不理你了 不关我们的事 这个是你的理财产品 我们给你那万元都要收回 现在有得拗 有得拗 有些储户说 我存钱而已 我怎么知道它是理财产品 但是呢 如果你走到账面上 你是理财产品 所以这些是属于账外 就不是你的存款账户 而是你的账外行为 所以收得回 为什么这么急急脚出了这个 出了这个 一人五万元呢 一人五万元是多数的存款 就是五万元人币 就是七千多元美金 这个差不多就是他们 就是那些储户 大多数的储户拿了五万元 他就不去示威 而且是有两手的说明 你拿钱的条件 你不得闹事 你闹事就不行了 所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个事情还有很久搞的 但是现在政府很快要做 为什么要占付这五万元呢 就是意思是平息事件 不是这个平息 不是这个事件罵得大 因为它的存款 不只是河南出了市 安徽也出了市 所以现在不只是河南的银监会 说给钱 安徽的银监会都说给钱 那问题呢 它牵涉到村镇银行 会出现一波紧张 一波擠蹄 大家如果见到这个例子 不知道多少这些银行出了什么事情 出射出到什么地步 这个很恐怖的 真的很恐怖 所以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见到这个地方社会 这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们今次见到 就是地方政府 所有这些银行 所有这些东西 它如何黑社会化 我们现在见到河南新财富集团 现在要讲一下新财富集团 这个新财富集团的创始人 叫做呂役 一个役字头下 一个大呂役 姓呂 这个人 他们整了百多家所有公司 现在不知道 这些都没出来 他就是河南人 当地人 而且教育程度也很低 这个真是河南骗子 那些典型的做法 他就怎么样 他一直有记录 他以前有犯罪记录的 以前也有骗过人 以前在广州 全部有骗人的记录 就是金融犯罪 后来 他就自己弄了个赛普路斯护照 赛普路斯护照可以买的 买了个赛普路斯护照 就变成外国人 自己就代表外国 回来金融投资理财 他弄了这些公司 上面全部没有他的名字 他不租任何公司 他跟这些公司没有法律关系 但是他家里的人 他的亲信 他所有的人 就全部在这些公司的董事会上 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很典型 就是这种黑社会 是这种黑社会 可以这样做到这样的地步 不是那些人做了董事 他独立了 他不理你怎么办 所以这些明显就是 整个黑社会控制 那些控制还怎么样 他们买通了当地的政府 当地官员 现在已经拘捕了11个 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多拘捕 但是现在中央介入了 在拘捕人 买通了当地的银行 见了自己的高科技公司 这个人自己还不是中国籍 外国籍 但是在中国活动 就全部整起一个这样的网络出来 就托捕了别人的钱 其实这个是Pansy scheme 托捕了那么多钱出去 他们拿这些钱来做什么 这个人旅逆 现在已经走了 有报道说走来美国 有报道说走去加拿大 看看中国政府 如何去和其他外国政府交涉 如何把它捉回去 捉不捉得很难说 真的不知道走去哪里 所以这个情况大家就有个疑问 他们拿了那么多钱去做什么 是不是拿了那么多钱来 现在真的可以再生产 将经济搞好 不是 全部拿去放高利贷 中国的高利贷 已经很长时间有报道 高利贷可以高到什么 这些放给企业都高利贷 甚至有时高到百分之三十四十的利息 很高利息 现在问题是这样 企业为什么要借高利贷 中国的国家 国家是倾向国有企业的 国家银行大力支持国有企业的 但是国家银行对私人企业很黑黑的 就是你要贷款 很困难 除非你带到 第一个你带到像恒大 借到最后爆雷 或者是你和国家上有什么 那些人有些私人关系 总之是腐败 那你才贷款 正常运作的私人企业 就银行很紧的 其实都没有钱 没有钱是为了维持运作 你要借高利贷 特别是那些建屋那些 建筑公司 建筑公司欠债是常态 欠得很多 是常态 当时中国在经济房市很热的时候 建筑公司很赚钱 开发商 它可以赚成什么 可以赚成50% 它建立之后 它卖楼花 一路就可以赚很多 在建立的时候 它需要资金 这些资金经常借高利贷 现在很多案件都已经 已经显示出来了 那据高利贷 我想着 我如果是赚到50% 我高利贷还30% 我以后还有 那我还是有赚 所以变得高利贷 在中国地下高利贷 盛行 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现在我查不到 到底是什么情况 查不到 到底中国高利贷 在地下的资金运作 是几大规模 但规模可能大到没有人 没有办法上涨 所以这些企业维持 最近中国的房市在下跌 一下跌 那些人没有钱 高利贷也还不理身 你破产我破产 一直影响到银行 现在这些小民 他们的钱 现在才知道 那些钱不见了 那些钱已经下跌了 所以这个事情 很讲明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有个泡沫 所以香港和这个泡沫 是很有关系的 大量的出口 大量的泡沫 这个泡沫 就是中国经济 这个泡沫 维持这个泡沫 很重要是地方政府 特别是房地产泡 地方政府是怎样的 地方政府 靠卖地和收税 收地产税 来维持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中国一波 是地方政府 政府公务员 以前很好赚钱的 你坐什么都不做 一杯茶那天 那时 一个月可以赚万多两万元 那现在 政府就开始 连深圳 深圳这么富裕的地方 政府公务员减身减半三十万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现在的经济 它建在很多泡沫之上 这个银机 真的 钱玩到现在 玩得差不多 中国政府没有钱 没有钱之后 而且将人民的钱 玩下去之后 中国政府要做几样事情 我们会看到 第一个要找替罪羊 就是谁要负责 谁要为中国经济 这种情况负责 这个替罪羊 可以找很多地方官员 地方官员 抓了一大批 人民争论他们死不了 这批人 钱是他们整就的 所以他替罪羊 会找到地方政府 但地方政府的官员 有个问题 你弄到地方那些一团乱象 你弄走它 可能你连管都管不回来 会有很多很多问题 所以这个是 还有中央在哪有问题 最弱 银行业 到底是谁把事情搞碎了 所以中国永远都是这样 我们看看 这个事情继续发烤 对二十大会有相当多的影响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情况 说得清不清楚 如果有不清楚 下面大家说一个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还有哪些要说 我现在可以看到 近看 可以看到这些问题 多谢大家 现在我未见到有很多问题 我今天说得差不多 说了三十四分钟 如果这几天 如果她的行程不稳定 或者没办法 我会代替她 我再三说 我是新闻人 以前电视做开什么 别人给我两分钟 说惯 所以我不惯说这么长 今天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来看三千多日 去看 很多谢大家 现在说了三十二分钟 我开始说说半个小时 差不多 今天是这样 以后有什么问题 你们写E-mail给Elmer 有问题 关于这件事有问题 我以后再说 希望今天把事情说清楚 多谢大家 拜拜